我是否從此不相信愛呢 一定不是 只不過我了解自己更加多 那時十八歲 十八歲真的有個勇字在心口裡 所以就去試試 暑假的時候去參加模特兒比賽 然後就拿了第三名 剛好那時很多公司在模特兒裡 是個Cast歌手的 膽粗粗的Cast完之後 又得了 其實真的有些現在回想就會覺得很夢幻 我可以說是沒什麼去想就做的事 可能出來做一個訪問 沒什麼思考過 或者我想帶什麼訊息給別人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就是年輕 我還在找我自己 其實過去無論做模特兒 唱歌 時光記者 風格 但其實我這個經歷是好的 因為一邊尋找自己的時候 我才最後發現 其實演藝才是最開心 最喜歡的事 上一段關係過了之後 其實對於我的任何新的看法 一定有的 但你說我是否從此不相信愛呢 一定不是的 只不過我了解自己更加多 我去想自己就是我需要什麼 我生活需要什麼 不只是物質那麼簡單 而是有沒有一個人會願意去了解你 聆聽你的需要 在那種關係中 我需要的東西更加多 那段時間令我改變什麼呢 令我改變了我自己思考的模式 我覺得不開心是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經歷了他的失意 或者他的低谷 我在跌倒的過程 即可以叫做結跌倒 的過程裡面其實我會是 以前只看過結果 現在就覺得不是我們人生還好長 我會想自己有什麼做得不好 但你要知道你不是永遠都是不好 你可以是因為不好 所以變得更加好 可以的 我是一個宅女來的 我喜歡在家裡的 我喜歡在家裡的 我喜歡在家裡上網的 我喜歡在家裡上網的 看劇集也好 聽音樂也好 跟女兒說故事也好 總之只喜歡在家裡 除了要為生活去忙碌的時候 然後我大部份的時間 其實都是在家裡 哈哈 是不是做了媽媽之後 我自己改變了很多呢 其實真的 我以前是一個不懂做女的女兒 你明白嗎 什麼不懂做女 即是對著媽媽 可能她只要跟你說多兩句 你就會覺得你很煩 但是做了一個媽媽之後 我就突然有一天醒覺我 我就覺得自己很錯了 因為過往拒絕媽媽的事情 如果將來我的女兒拒絕我 那我就糟糕了 最理想的生活是 其實真的想住在山上 然後一出去打開門 就是植物 帶箭 秋天的時間 我就會帶一隻 然後就煮好一些食物 就下去野餐 這個裡面其實很有趣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是因為裡面有些啟發我 有時候見到小朋友跑了去 就很害怕 怕他不吃路回來 剛巧我們野餐的時候 有個朋友和我們一起野餐 他就跟我說 其實你要知道 他一定會跑了去 最重要是你要教好他們認識你 然後我那一刻就 哦 是的 我會跟他說媽媽在這裡等你 你去吧 但你不可以超出不知哪個位 總之都是有一個範圍 但就任由他自己去跑 等待他回來的過程很棒 所以我很喜歡帶他到街上 下草地跑 現在其實我自己在學做生意 因為雖然是小本的經營 跟朋友一起教 但在過程中是學到很多東西 開始覺得自己有些東西成長了 除了只是做媽媽之外 可以做一些獨立的女性的角色 可以了 可以這樣 即使輸掉一切 也不要輸掉微笑 大家好 我是趙仲瑜 謝謝